说实话,我挺爱看选秀节目的,特别是浪姐舞这种,每个姐姐都有自己的经历和个性,看着就觉得亲切。 最近这节目里有些姐姐提前退赛了,比如玛丽和莎莎,这可给节目组添了不少麻烦,舞台效果也受到了影响。 我看了几期后,大概了解了下这个情况。 节目走向的确定,经历过三次公演,浪姐舞的故事线已经很明显了,从镜头数量到角色设定都透露着芒果台的喜好。 现在,成团名单渐渐清晰,C位之争越来越激烈,还有四个热门姐姐提前退赛,让气氛更紧张了。 舞台人气榜的秘密,听说浪姐舞里三场公演的人气榜就能猜出最后谁能成团。 这其中的C位竞争最火热,有个姐姐刚开始就霸占了这个位置。 就算队长表现不给力,舞台也没啥亮点,她还是人气爆棚。 另两个姐姐虽然一直很拼,但是人气排名就是上不去。 各位姐姐的表现,每个人姐们都有自己的亮点,比如尚文杰舞台宫底硬朗,搞笑也是一把好手。 可节目组好像没太看重她这个优势,所以未来发展有点悬。 萨鼎鼎这种国家唱将,节目中也就那样,舞台表现不怎么特别,让人大喊不过瘾。 逆袭的可能性,每个浪姐比赛总有那么几个大姐姐能最后翻盘,成为黑马。 像陈浩宇、乔伊斯、蔡文静这几位姐姐就在浪姐舞里慢慢崭露头角,人气和评价都直线上升,成为节目的亮点。 他们在台上真的超级给力,难怪大家都被他们迷住,也很期盼他们以后还会带来什么惊喜。 陈浩宇的逆袭,陈浩宇歌声好听,唱得棒,而且舞台感十足。 一公排名22后来到了三公第六,进步明显。 不仅唱歌厉害,他还特别喜欢咱们的中国文化,对舞台怀有敬意。 这样的他,当然会受到大家的喜爱。 乔伊斯的吸引力,大家都觉得乔伊斯表现特别棒,不但唱跳能力了得,而且团队协作也很给力。 整场演出让人看得大呼过瘾。 更重要的是,他总能把小伙伴们的激情带起来,让大家都充满干劲。 这股子正能量让他在节目里格外抢眼,成为女团成员的机会很大。 蔡文静的路人员,蔡文静一直是表演排名前期的大热选手,不论是唱歌跳舞,还是真人秀,都赢得了大家喜欢。 人气超高,实力也不差,能不能成功拿到女团席位,就看他了。 袁亚维的挑战,袁亚维在节目里可是遇到点难题。 唱得不太出彩,缺少好歌助力,所以人气排行也总是落后。 比如三宫那次,虽然他发挥得挺亮眼,可选歌环节没给他留出展示自我的空间。 舞台多样性的挑战与机遇,看了浪节舞后,我觉得舞台多变真的很重要。 每个姐姐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,节目组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大的表演空间。 只有这样,整个节目才会更精彩,吸引更多人来关注。 最新一期的《乘风2024》已经完成了第三场公演舞台。 本期被淘汰的四位姐姐分别是赵一欢、范甜甜、周扬青以及李佳格。 七位组获得本场第一名,陈立军获得个人喜欢度第一名。 从目前节目播出来看,感觉这一季没有特别出彩,节目的关注度也在下降,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另一档节目的影响。 记得本季节目刚刚播出的时候,节目的话题度还是很高的, 像何杰、尚文杰、陈立军等人基本上都有很高的话题。 但是,不知道为什么,到了第三场公演,感觉各位姐姐们都是透明人一样。 不过,有一位姐姐的话题度最近两期还可以,不过都是不好的话题, 这位姐姐就是韩雪。 韩雪其实刚亮像《乘风2024》这个舞台的时候,我个人还是很期待的。 虽然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质疑她的声音,但我对她的表现还是非常期待的。 在第一场公演的时候,那个时候韩雪的镜头不是很多,也有点透明。 虽然有时候有单独的镜头,比如她有一个早上用冷水洗头的镜头, 还是有点印象,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。 但是,到了第二场公演的时候,她的镜头就多了,主要是她和李佳格演绎的隐形纪念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欢。 这首歌在表演的时候,很多的姐姐也是哭了,特别是刘欣,哭得最厉害。 最终是韩雪取得了胜利,为自己的队伍增加了20分。 接着就是韩雪和法国姐姐,Joyce带来的歌曲深厚,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,特别是法国姐姐一开口,真的感觉这首歌就非常的好听。 其实在这首歌表演的过程中,就可以看出来。 韩雪是有点自信过头了,因为她的唱法我不是很喜欢,有点美声唱法,我更加喜欢她和李佳格表演时的声音。 经过第二场公演舞台以后,大家对韩雪的印象还是很好的,毕竟她确实唱得还不错。 不过,好景不长,随着韩雪联营,她可能慢慢地骄傲起来了,在三宫队伍组建完成之后,抢歌缓解,可以看得出来她想主导的意思。 但是,其实法国姐姐才是队长。 最让她口碑直线下降的事情就是在拿到三宫歌曲之后,她把夏宇天这首歌改编成《降调》,当法国姐姐给出专业的建议的时候,她还是固执己见,最后在赛前小考被音乐总监赵赵给批评了。 到了三宫正式舞台表演,她还是以之前的那种美声唱法去唱,我个人觉得虽然很突兀,真的不好听。 所以,第三场公演之所以只有一个组打赢了她们,主要功劳在于法国姐姐,因为在队长秀中,法国姐姐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 所以,在这里,小编真的想劝一下韩雪,你真的可以收敛一点了,日后再不是自己专业的领域上就要学会听劝,没有人是全能的,承认自己的缺陷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以前我真的还蛮喜欢她的,特别是她在生灵奇境的舞台上,她和张寒韵的表现真的对她刮目相看,现在是好感全无。 下一期节目将会迎来帮唱环姐,也就是之前几季的姐姐会回来帮唱。 你最期待哪位姐姐的帮唱呢? 成峰直播赛阵容官宣,一共七位姐姐解锁直播全台卖演唱资格,姚人直领先的六位姐姐分别是尚文杰、刘欣、七薇、袁亚维、何杰、陈浩宇,还有第五次公演赛前评价优胜团成员万妮达。 仔细一看,六位姐姐都是选秀比赛出来的,三个超女,两个好声音,一个华人星光大道,一个我行我秀,都是能唱现场的。 期待何杰唱《坏童话》,喜欢那句,若是拍不碎我,看我绝境生花。 也期待陈浩宇单独秀,她的声音一开口就会被她吸引住,希望是比爷子更加出圈的舞台。 但是这个阵容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因为原本姚人直一直领先的陈立军没有出现在名单上,节目组解释是因陈立军身体原因,通过共同商议放弃本次直播赛的优先权。 可放弃两个字这一点都不像陈立军的性格,对于这个突击加场赛,对于陈立军来说并不难,就一首歌的时间,表演自己擅长的乐剧就可以。 本来很多人是冲着陈立军来参与这个活动的,明明是遥遥领先,但现在直接取消,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, 因为这个遥人活动是在陈立军住院三天后发起的,陈立军19号晕倒住院,22号开启遥人活动,25号就抵达长沙了, 如果当时就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,就可以直接表明说他不参与这个活动就可以了。 而且又经过了清水票的事,也没有说陈立军不参与,直到官宣阵容前10分钟才发声明,然后10分钟马上就官宣了阵容。 反正就是觉得陈立军不可能放弃一个这么好单独宣传乐剧的机会,像上次一样表演前晕倒,那是突发事件,完全可以接受。 但这个直播,家常秀,还是有时间准备的,仔细看这个声明,就觉得只是陈立军服从了这个安排而已。 而且看这个节目,总觉得陈立军一直在被安排,因为出舞台和一公表现太亮眼了,在二公时,明明可以不拆组的,即使拆组也是可以当队长的,可规则是成风二团的七威可以首先挑选一个队长成员,可一公的规则本来是在所有的团员里面挑选,但二公是指定在队长里挑选,看似随机,其实都是在帮他锁定陈立军。 到三公表演时,明明是个人喜爱度第一,按照前两次的规则,是要成为成风二团队长的,可规则又改了,因为他是成风一团的队员被锁定了,所以这次没有成风二团,那如果第一名被锁组了,那就顺延呀,第二名是七威也被锁组了,那就再顺延到第三名萨鼎鼎,成立成风二团,直接没有,有点说不过去。 就是,就像这次的谣人活动,六位姐姐成功解锁,然后陈立军放弃,那就应该顺延到第七名的萨鼎鼎牙,结果却是万尼达鼎上。 还有三公队长合作秀,在陈立军之前当队长的两次公演里都是没有的,他一不当队长就有了。 这又是什么意思? 你们觉得陈立军是主动放弃全开麦Live舞台的吗? 欢迎留言评论 请号头条创作挑战赛,请号